大家好,我是小帆,我现在在河南洛阳 今天带大家来看一下中国四大石窟之首的龙门石窟 你知道龙门石窟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佛像没有佛头吗? 龙门石窟是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客群 石窟开凿于北魏孝文帝年间,胜于五周时期 经历了十多个朝代,长达1400余年 是目前世界上营造时间最长的石窟 这些石窟密布于伊水东西两岸的峭壁之上 南北绵延长达一公里,现存佛像11万余尊 洞窟佛刊2345个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中国石客艺术的最高峰 位居中国四大石窟之首 可以看出这些佛像在当时建造的时候还都是彩色的 不过罗金基本上都已经褪色了 这些石窟当中最值得看的就是冰阳山洞 冰阳的意思是迎接出生的太阳 这里开凿于北魏时期 是北魏宣武帝为他父亲做功德而建的 当时只完成了冰阳中洞 前后用了24年 而南洞和北洞直到初唐时期才完成主要的造像 而这里最著名的佛像就是上面的鲁舍纳佛了 我身后就是龙门石窟最著名的佛像鲁舍纳佛 鲁舍纳大佛始建于唐高中闲分三年 据说是根据武则天的龙帽仪态雕刻而成的 通高17.14米 头高4米 耳长1.9米 这是龙门石窟中艺术水平最高 整体设计最严密 规模最大的一座造像 不过我觉得这尊造像应该没画过 毕竟当年武则天为这个工程 可是捐了2万罐的胭脂钱 这2万罐相当于今天的600多万人民币哦 但是在参观龙门石窟的时候你会发现 如今这里能看到很多佛像是没有佛头的 这些佛像的佛头大多都是在近代被掠夺到海外去的 有些甚至连整尊祖佛像都被盗了 20世纪340年代 中国面临着内忧外患 大量外国文物贩子趁机进入中国盗掘文物 蒙门石窟就是他们最主要的目标之一 当然也有一些佛像是在历史动荡的时期被毁的 最著名的就是三五一宗的毁佛事件 还有一些是因为年代太过久远自然风化了 比如这尊千手千眼观音菩萨的树像 目前只能看出有很多手 但是千眼真的是看不清了 据1965年的文化不统计数据 蒙门石窟的西山石窟中 被毁坏的照相有1063尊 被盗走的照相也有262尊 其中破坏最严重的洞窟佛刊就多达96个 目前在日本、美国、瑞士等国家的博物馆中 展出的就有上百件 刚刚看过的冰洋山洞中 具有两尊佛像的佛头 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被盗往国外了 如今分别陈列在美国纽约大多贵博物馆 和美国堪萨斯州纳尔逊艺术博物馆 另外这里还有一组出目惊心的数字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不完全统计 有164万余件中国文物 散落在47个国家的200多家博物馆中 除了这些被掠夺放在博物馆中的文物以外 还有一千多万件文物散落在海外各地 看到这样一个沉重的数字 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想法吗 行,这期视频就给大家拍到这了 关注小帆旅行记 收藏乐门打卡地